如果今天把這個數字改一下 比如說我把它改成六萬零一 是不是應該最接近 可是如果你改了之後 應該是把那15%帶過來對不對 可是你移過來之後你會發現它沒有動 為什麼 因為他這邊還有一個 他這邊講的就是說找最接近 但是他少敘述一個就是 但不大於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你找的 所以雖然六萬五跟六萬零一是最接近的 但是六萬零一怎麼樣 比你要找的還要大 就不會找比他大的 一定會找比他小的 或者跟他相等的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六萬零一不會 那六萬一模一樣的話會不會帶過來呢 有沒有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有沒有 如果你這個時候 如果一模一樣的話 他才會帶過來 有沒有 但是如果你多個一的話 他就會不會帶 不會啦 所以特別注意喔 雖然是找接近的 但 不大於 OK 所以這個觀念要有啦 不然的話你每次都找錯字 這樣就麻煩了 找接近但不大於 OK 那 那這個Vidica一樣 只是換換個方向 所以這個我想各位自己再練習一下 那等一下的話 會有個這個血型分析 這個血型分析非常簡單 第一個把年齡帶過來 那年齡我想應該沒問題吧 算年齡的話可以用什麼 Dedif 這個Dedif很奇妙是 他不在插入函數裡面 但是自己用打的 應該還記得吧 前面的日期 痘點 一個什麼呢 跟today比 所以這邊的話 跟今天 然後比什麼呢 比y 這個等於是一個複習啦 所以就快速做一下 打勾 他的年齡 有沒有 再把它往下填滿 好 第二個 血型分析 B型 請你幫我帶過來什麼呢 他的評價 跟他的分析 把評價帶過來 跟他的分析帶過來 而且 前面請你幫我加一個信號 加一個信號 然後呢 並且幫我什麼 在評價跟分析中間 加個換行 換行 OK 然後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動作 等一下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把這個 的裂高 選起來 因為裂高太窄了 所以選起來裂高 把裂高大概打上100好了 大概裂高100 這樣比較寬嘛 第二個的話呢 幫我 加入一個什麼 信號 所以信號的話 那這邊 當然你可以在插入裡面找到什麼 插入裡面一個符號 符號裡面的話呢 不過在2007裡面有一個叫插入特殊符號吧 可以比較好找那個信號 可是在2010以後的版本卻沒有這個功能 怎麼辦沒關係 你可以從 印象中好像是從這邊可以點選 可以找一下 那個那個你要找的東西 這個符號吧 一些基本符號 基本的符號 有沒有 如果你不好找的話 你有個方法 我習慣是往上拉 往上拉到 拉到最上面之後的話呢 然後再往下 大概一直點 大概點個三十幾下就會看得到了 所以你可以往下 大概33下吧 我沒有特別去數 找到了有沒有 是這個 OK 就是往上拉之後的話 大概我印象中好像數了33下 終於找到了 應該這樣比較好 要不然它好像是在其他符號裡面 也可以 點下去 找那個 就是往下找 找到其他符號 其他符號這邊 也會找到 那你可以插入一個這個符號 那插入這個符號之後 後面要加什麼 加上它的評價跟分析 中間要加一個換行 做出來效果有點像講義裡面的這個 講義裡面剛剛看到這個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一個什麼呢 信號 評價 換行 分析 OK 怎麼做呢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答案在上面 不過盡量不要看 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